传闻飞机雷达能烤猪 那如果人被照到的话会变得怎么样 这里是知识TNT 在网上说到飞机雷达的恐怖之处 总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例子 我国新一代战机歼20 作为我国第五代战斗机的典型代表 它采用了世界领先的机身设计形式 在信息对抗、空中格斗、协同作战等多方面领域中都出类拔萃 其中它的雷达更被国内的军迷朋友们津津乐道 传说可以在1800米烤熟一只猪 今天就顺着这个传闻来讲一讲飞机雷达这玩意 真的像传闻中那么可怕吗 人被照到一下会出现身体问题吗 要了解这个问题 咱们首先还得了解一下军用机载雷达的发展历史 最早传说飞机雷达可以隔空考物的留言 来自于前苏联的米格25 据说米格25装备的雷达型号为龙卷风A 采用垂直线集化天线 可以通过适当的旋转集化扭转板来实现波数扫描 更可以隔着300米烤兔子 当然了 这后来已经被证明仅仅是军迷朋友们毫无根据的瞎编 设想一下 如果雷达都能300米烤兔子了 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不早就烤糊了 而实际上米格25并没有要求飞行员穿什么特殊的防护服 来防止雷达带来的电磁辐射 足以说明它的辐射并没有那么夸张了 其实何止是米格25 看看这张图 各国的战机雷达都被传闻能在不同距离上烤熟物体 金20隔着1800米做烤乳猪 就是从这出来的 让人看了不得不探服 想象力丰富 当然了 这些最终都被证明是网友恶搞出来的谣言 没听说过哪家战斗机雷达制造厂商还附送微波炉功能的 那么这些谣言究竟是怎么来的 怎么就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让这么多网友甚至是资深军事武器迷们信以为真呢 咱们往跟上来捋一捋 其实雷达能加热是确有其事 早在二战期间 美国雷达工程师在制作雷达测试的时候 就意外的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化了 这就是雷达产生的电磁辐射 根据这个原理 美国还在1947年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微波炉 而雷达烤兔子传闻的科学依据 应该就来自于此 关于机载雷达隔空考屋的传闻 最早来自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军事杂志 文章中提到了米格25机载雷达 能在1000米距离上杀死兔子 里面还特别说明这个可靠的消息 来自于Foxbat Files 至于这个被翻译成胡服的文件究竟是什么 这可就无处可考了 至少不是什么官方对外公开资料 是不是机密文件 目前也没个说法 不过网络上可不管那么多 既然是有文件可考 那咱就大肆宣传吧 就像当年所有人都说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 谣言就这么天油加粗的传开了 而且是越传越神 这不 最后连我国的歼20都被卷了进来 可见人们对于雷达电磁辐射的原理 是多么的陌生 事实上 飞机雷达功率的确是高 但不用太过恐慌 因为雷达波是散射波 不可能把所有的波数功率都集中在一点 而且雷达波作为电磁波的一种 在空气中会随着环境及传播距离逐渐衰减 但又有人有疑问了 这也不对呀 我们微波炉也是电磁波 功率可比雷达弱多了 可是加热个东西也就三分钟 烤制机20分钟也熟了 这是什么原理呢 这是因为别看微波炉的功率只有500到800瓦 但微波炉本来就是个密封环境 当加热食物时 微波会在炉子内壁中各种反弹 造成循环加热的效果 效率当然会比雷达烤肉好得多 相较微波炉 雷达加热是个缓慢的过程 而且不能把全部功率都集中在一点 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最大功率 退一万步说 人和动物都是活的 就算真感受到了雷达电磁波带来的热量 咱也能撒腿就跑啊 总不能干等着被烤熟吧 至于歼20雷达1800米做烤乳猪 估计传谣言这位是馋了 米格25当时用的可是落后的真空管技术 只能通过提高功率来弥补它在性能上的不足 而歼20上采用的基载雷达 最大功率不过20千瓦 还没微波炉的四十分之一高呢 能烤啥呢 不过虽然雷达电磁辐射不至于把东西烤熟 但其辐射的影响也是不容小事的 有专家曾经对我国驻扎在云南 福建 内蒙古等地的雷达官兵做过调查测试 其电磁辐射引发的眼睛疲劳 疲倦 失眠 多梦等现象不在少数 严重的甚至出现记忆力衰退 头晕 凶梦等症状 电磁辐射最先对人身体产生的破坏来自于神经系统 这是由于神经系统对于电磁辐射的作用最为敏感 即使是低强度的电磁波反复作用 都能使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发生改变 出现神经衰弱 头晕 四肢无力 记忆力衰退 睡眠障碍等症状 其次 受电磁辐射作用的人 也会引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如血压出现波动 心率不起等 更会降低人的白血球含量 从而造成免疫系统的损伤 严重了甚至会导致癌变 不过无论是民用机场还是军用机场 大多数都要建立在远离市区的地区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担心 一般来说 能给人类造成直接伤害的功率下限是1000瓦 而民用机场的雷达一般用于空中交通管制 所以永远是对着天上的飞机 不会对着地上的人来照 而且通常安装 也是安装在地面人员不能进入的高度 平均功率几百瓦作用 一般不会对公众造成危害 而军用机场本身就地点隐蔽 战斗机雷达更是有着严格的安保规范 一般装载机头的机载雷达 在地面时绝对不能长时间开机 以便保证即便有人在辐射区停留 也不会遭到长时间高强度的电磁辐射 除此之外 军用雷达更是严格禁止在地面照射工作人员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 机载雷达开机后 在距离天线数米远之外 就能把功率降低到安全水平 因此只要不是靠着雷达天线太近 就不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当然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甭说机载雷达了 连接触到战斗机的机会 都是少之又少 真正需要我们防范的 还是来自于身边的电磁辐射 如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 而对于这些低功率电磁辐射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正确认识 并了解它们的原理和潜在危害 不信遥不传遥 尤其是不要轻信网上那些 令人瞠目结舌的夸张数据 保持安全的隔离距离 保持适当的使用频率 仅遵使用说明 就能安全科学合理的 做到电磁辐射的防范 谣言止于智者 无论是飞机雷达也好 手机电脑也好 微波炉也好 电磁辐射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 它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我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 战胜无知愚昧带来的恐惧 支持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 关注 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